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卦战身枪是成派八卦掌里边 享有盛名的一套长期节套路 我叫严莉莉 成派八卦掌的第五世的八卦门人 自幼习武到现在四十年了 我以前一开始是在体操队 小学二三年级 武术教练选去了 每天放学就去体校 八卦枪的这个套路非常有趣 天王打伞是左右天王打伞 调撩然后再扎枪调撩 经常把衣服都穿成洞了 动作做不好嘛 做不到位 有的时候扎脚上 气节不管短气节还是长气节 它就是你手臂的延长 武术的整个这个研习当中 刀枪、棍剑 枪法是难度比较大的 八卦战身枪独特之处 我就是说三分枪七分棍 一个枪是多种用法 长枪短用 枪头进攻枪把取胜 枪把进攻枪头取胜 一切多用变化莫测 你看到我的枪 实际上我转身就变成影子了 脱身换影一样 在过去战马上用的兵器 适与实战 八几年 很多的影视剧 他们都要到我们的武术队去挑选 《机缘》的巧合 那个时候是饰演的女一号 是三十级的电视联系剧 都是实打的 在全国都公演 《八卦战身枪》 要在八卦掌套路非常熟练 这个基础上才可以练习 春夏秋冬 每天都要拿出时间去练功 习武它已经就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以前练的一些套路 那主要就是为了应赛 很多都是参加比赛表演 在慢慢的起舞的路上 感觉到练功不是说给别人看 而是能够确定自己 能够找到自己 《八卦战身枪》 它又有八卦掌动作的灵活 就是以走打为主 走转走八个方位 还有大枪的棍法 枪法 威武 主要就是以进攻的 蓝 拿 扎 挑 披 崩 咬 扫 它每一招每一事 基本是零和一相结合 我都接近六十了 除了做一些授课 更多的时间还是自己研习 参照古人 参照造化 还有参照自我 再不断地去提高 练武功嘛 是哼哈二气 练的是一团的正气 对我自己就是一个修炼